想到加州居然也讓你看到 這麼強的一個末日感 這個有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我們左邊的狀況 不就給右邊美國 聯合國氣轟峰會打臉嗎 對不對 扣二九現在正在開 ING中 結果你召開的同時 加州現在在殺神暴 你加州現在是幾月 現在是11月初 照道理其實加州應該是一個 天氣還不錯的 你該有什麼龍捲風還是什麼 大概也都是七八月 那他這殺神暴突然就出現 當然也是龍捲風 所造成這個殺神暴的 所以人家就說這是很罕見的 那朦朦朦朦的殺神就籠罩天空 但我覺得恐怖的是這一幕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覺得這一幕 好像我們去撿了 什麼Tom Cruise演的 什麼木乃伊媽咪的電影裡面 那個殺神暴像恐怖魔鬼一樣 把人這樣席捲而來 你有沒有看到 他剛剛那個最後一幕 因為這是縮時攝影 他最後一幕感覺他還有表情 這我看得很恐怖 不是 我們節目沒有在剪那種特效的 這是真實畫面 這是人家當地加州老百姓真的捕捉 所以他才說我龍捲風很恐怖 他說這不是極端氣候 他說這叫極端異象 COP29正在開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這麼如媽咪般中 不用動畫製造的場景怎麼回事 結果又有一個人出來講說 你沒有什麼好大吉祥怪 我更怪 沙烏地阿拉伯人 我們想說現在是11月 對 沙塵暴應該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對 就合理 對 合理 沙烏地阿拉伯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半島 對不對 他比杜拜 阿布達比都還要南邊 結果他現在沒有沙塵暴 風雪暴 暴風雪 你知道嗎 他自10月30號開始 他多地阿拉伯 多地出現大雨 結果這個大雨後來呢 他對流越來越旺盛 變冰雹 變強風 最後呢 他乾脆直接給你下雪了 所以他現在冰珠覆蓋了 整個大片的沙漠 你去看剛剛那些人開車 他開著開著他聽你發毛 以前經過這兒是沙漠 現在變成是什麼 是風雪覆蓋沙漠 一片白雪覆蓋沙漠的景象 他們覺得很夢幻 因為難得看到 可是我告訴你 在氣候亦亂了套 出現意象的底下 你不要用夢幻兩個字來看他 當你看到駱駝在沙漠上 走路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2025一定會有更大的危機 真的太抓馬了 如果駱駝可以在白雪上走路 那麼帝王企鵝不滑雪跑去滑沙 你就是不要太驚呼 這覺得太奇怪了 我們再給大家來看到 現在籃板球什麼季節 夏天了 夏天居然下大雪 南非大家想到的就是熱 動物草原 所以通常我們避開熱的時候 通常這時候去最好 結果你現在一去 遇到大風雪 這個我就比沙烏地阿拉伯還誇張 沙烏地阿拉伯 那個可能也許也是 數十年來如一箭 但是南非的人告訴你 我是85年來難得一箭 將近100年 你接近可以說是近百年難得一箭 他11月下了這個大雪 各位南非在籃板球 所以他其實現在是應該要進入 夏天的季節 結果他沒想到 他竟然降下了這樣挨挨白雪 還導致你看看我是這條路 我現在用的這條路是去我去找那個 南非最大港和工業重鎮所連通的高速公路 整條封閉 整條封閉當地頭條 目前一個人死亡 還算小事 是你現在整個南非的交通運輸 整個中段 南非的人也搞不懂為什麼 因為如果85年來一箭 你覺得這是85年他會去研究 為什麼嗎 好 結果我們往北一點 墾亞非洲大草原 我也覺得這季節去是最棒 很涼爽 但你不用去 因為你現在去 不是看到獅子王 在那邊跟他的這個母獅子 還有跟他的小獅子 在那邊對不對 這個在荒煙漫草當中 這樣悠閒的走著 沒有你就看到兩頭母獅子 他也你沒有覺得他感覺 他的頭上也是黑人問號嗎 我覺得他的背景應該是草原 怎麼會變成矮矮白雪了 對啊 所以這兩頭 其實我坦白講 這兩頭母獅子 我不曉得 我覺得他們看起來 已經似乎有嗅到危機的感覺 逆時找不到 找不到食物 斑馬也在雪中吃草 那真的草是不是 吃起來也滿困難的 好 你現在看到是非洲 而且都是南邊 都應該是夏天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夏天 澳洲 澳洲 那我就把鏡頭帶去澳洲 澳洲 拜託你正常一點好不好 你再不正常 那就是地球全部都不正常 結果他說我這裡也不正常 南澳再下雪 我再說一次 他要夏天 他就不應該是下雪 結果他現在測得最低氣溫 是零下接近一度 0.8 接近一度 然後下雪就算了 他說我們這邊好恐怖 我剛不是說 極端氣候 有時候人家會說是極端意象 意象跟氣候不一定能畫上等號 但他就是看到了 這個閃電就感覺那個緊箍咒 好像照在剛剛當地的上方 火樹銀花 雷神所有把緊箍咒照在這 我就閃你這 10萬道 根據當地的統計 10萬道的閃電 能不能想像 一整年的降雨 12個小時給你倒下來會怎麼樣 意大利上有這樣的人間煉獄般的景象 我覺得意大利人他是沒有辦法習慣這樣 所以他現在他遇到這種情景他很驚慌 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去那邊不就喝紅酒嗎 就是去觀光啊 對不對 結果呢 你現在去你以為我是不是來到意大利威尼斯 這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市區 他那個水喔 因為剛好他們的 去過西西里島就知道 他們的路很多都是有坡度的 那水就直接就在順流而下 然後還等著滾滾黃沙 所以他們就講 又是鮑魚 又是洪流 還有的土石流 那些人因為不習慣 所以還繼續開車 等一下就掉下 他等一下就掉下了 12個小時一直在下 你猜下了多少雨量 下了意大利西西里島一年的雨量 一年12小時直接灌下去 整個西西里島變成了威尼斯 所以現場救援不斷紅衣紅衣紅衣 一天可能就要70多次 我只給你看 對 我要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是什麼 這個喔 這個就是你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愛車 就這樣飄走 那如果車上有人呢 這拍攝者看起來應該不是車主 這車上一定有人 希望救難人員能夠平安的將他救出 一樣的男歐 上星期的此刻 我們給大家看到的是 西班牙猶如悲慘世界一般 一樣洪荒來襲 一個月都還沒 一個禮拜都還沒過完 怎麼洪水又來了 西班牙現在這個洪水 不曉得是不是 好長眼睛你知道嗎 瓦倫西亞弄過 肆虐過了 我就去肆虐別的地方 馬拉加 馬拉加地區的這個洪水 我覺得是比剛剛西里島看起來還好可怕 因為你去看 你看那個電線桿的高度 他寄座不見了 然後還有你去看旁邊 左邊 右邊那個旗樓一樓 也滅頂了 然後大家看 民眾打開門就是水就是淹進來 這些東西對台灣來說 可能也許不足為奇 但對於西班牙 馬拉加地區人家 他會講 他說我們已經好奇到 我們現在該去哪裡 所以就緊急撤離3000人 之前瓦倫西亞領導人 在這樣的洪災之下 他竟然還和記者共進午餐3小時 忽略了發警報的黃金時間 你就知道 這些人對於極端氣候 是沒有危機意識的 羽柱就直接像是這樣 籠罩你這個地區直接這樣噴 為什麼 因為南歐人可能還不曉得 極端氣候的恐怖 我這邊一定要告訴你們 2025年一定會是極端氣候 更肆虐的一年 四星連珠史上第一次四個颱風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排頭的這個叫銀杏颱風 好可怕 二進二出菲律賓有多肆虐 而且秋台 我跟你講俊翰哥不能輕忽啊 你要講秋台也好 你要講秋天的颱風也好 因為行程的原因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看到菲律賓 來 各位 我們直接進現場畫面 就是你現在看到 這個風你在開我什麼玩笑嗎 強風豪雨就是指這種狀況 連鐵皮都直接被吹起來了 而且這個颱風到目前為止 在菲律賓已經造成了 2萬人直接撤離 坦白講這個不用政府撤離 我看到我都先跑 整個樹被推斷喔 在原地這樣跑喔 甚至釀成了158個人不幸的喪命 甚至有人幹嘛 有人就是想要保衛自己的家園 所以他在鐵皮屋的地方 特別用電線看喔 還在把... 結果... 一個瞬間變成天外奇蹟了 整個屋頂 全部會先走 但底下一片慘叫聲 那講白屋頂屋頂 我們講家是什麼 拿來遮風避雨的 少了你的屋頂 少了頂樑柱 該怎麼遮風避雨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會跑到掃握店去 颱風天最喜歡買什麼 買物資 買我們講泡麵 麵包 結果沒有想到買到一半喔 貨還很齊全喔 結果有咬耶 有咧... 你以為是立正 沒有 風太強 整個都吹倒 尖叫聲又再度在那邊刺起 你就知道 在秋天的颱風 雖然說不像夏天來那麼頻繁 但一旦發威也不容小覷 沸騰的海水 你看到 養活了這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四星連珠颱風窩 我們再看極端的天氣激活了火山 史上最活躍 最頻繁的 居然在你眼前炸給你看 因為這已經不是印尼第一次噴發了 印尼這幾年來 近五年 火山噴發得非常頻繁 過去也沒有這個現象 但為什麼會說這一次特別引大家關注呢 因為它是在連續五天內 還有一個禮拜而已 平衡你都三度噴發 代表說裡面的整個我們講的 非常火藥 所以說政治是最高最高 因為我們知道當火山噴發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火山灰 有這種雲飄出來嘛 結果軍團哥來 跑到一個非常吉利的數字 叫做一萬六千八百公尺 一路發 一路發 但是我們講 沒人希望火山一路發 你最好是給我點點 點點 賣公圍 沒人一路發 沒辦法 因為最近火山真的發 但是你知道嗎 每次火山爆發 雖然台灣比較少這個情況 但是像印尼呢 過去曾經就釀起了不幸的意外 也就是有九名人上升 那一樣也是附近鄰近的區域 大概上萬人都要直接撤離 為什麼 因為當這個火山會噴發的時候 你以為那個灰燼沒有溫度嗎 你以為火山 它如果流洩出來的東西沒有溫度嗎 有 都非常高溫 所以他們說有如下什麼 你看到的是灰 但對他們來講像是巨大的火球 就像從天空上降下來一樣 整個村莊過去之後 不講你還以為這是烏爾戰爭 為什麼 像被炮火洗禮一樣 背盤狼奇 所以持續再看這個是在印尼 印尼這個回教人口最多的國家 今年極端天氣它吃全餐 我們剛才講了颱風 我們剛才講了火山 但不好意思同樣位在印尼 他們這個叫什麼 不只是風火山林 有風 有火 也有雨 來 各位 這就是他們前一陣子 歷經暴雨摧殘的畫面 為什麼呢 因為一樣極端氣候 強降雨太強了 所以你看到有沒有 剛剛是被風吹倒 結果現在是所有的家具伴隨著尖叫聲 全部都被流水而傾瀉而出 家也不像家 屋頂也沒有屋頂 整個店家街道通通被摧毀 但你還看得到人影在算好的 因為最慘的是什麼 最慘的不是屋頂被吹走 是你整個房子淹到指使家屋頂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整個一片像是湖泊 所有的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大人帶的小孩 只能躲在屋頂上 而所到之處除了樹之外 所有的房子恐怕都再難以住人 而這就是在極端氣候下 印尼人所面對到的一個 非常艱難的處境 今天晚上雨萱帶我們來關注 天后的極端呈現出來的災難 跟危機跟恐懼 很多都是史上創紀錄的第一次 剛剛颱風四星連珠是其一 其二 日本從來沒有等到這麼晚 富士山終於下雪 但日本人卻高興不起來 我們剛才在講的是 人有旦夕或福 但現在要講的是 天有不測風雲 為什麼 因為原本富士山降雪 跟他的季節是非常固定的 否則旅遊團怎麼開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次 觀測到有個叫出冠雪 就是我們富士山 白白的這個有沒有 竟然晚了一個多月 他本來都是我們講熱騰騰的 結果沒想到 怎麼晚了 明明就應該這個季節 就應該到了 就晚了一個多月 他說這是130年來 各位 百多年 最晚了一次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包括日本連紅葉都晚了兩週 他們也說歷史最晚 所以這一次很多旅遊團 可能去到當地原本是想說 我要賞楓葉 我要賞雪 結果都煞雨而歸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連東京大阪都還沒有 還要等到12月 而且我們這是保守估計 如果到時候汽油在一場 都要搞不好12月也沒有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們剛才這講的 這頂多就是玩得不盡興而已 但這個就是災難了 這個是沖縣 沖繩一樣 突然間瞬間這種豪暴雨 來 各位 你看得出來哪裡是陸地 哪裡是田地 哪裡是道路 哪裡是田野嗎 完全分不出來 因為一樣 他兩天的降雨量 我跟各位算給你聽 直接超過了整個梅雨季 換言之梅雨季是綿綿細雨 不斷地下不斷地下 但他這是在兩天之內 把一整個季節 而且是智雨季節 全部下完 但這還不是最離譜 俊翰哥你知道最離譜是什麼嗎 沙漠我們有看過吧 你知道沙漠應該長什麼樣子嗎 一片鋼翰 然後有駱駝 有海獅森 來 我們再看一次剛才的畫面 來 這沙漠 這是沙漠啊 我跟你講 這是沙漠 誰相信啊 來 為什麼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下雪了 原本大家覺得說 阿拉伯就是熱的要命 來 有沒有看到 這張圖更有意思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畫面 下面這邊是矮矮的白雪 上面這邊還是沙 有這種奇怪的狀況 怎麼看都沒看過 雪白天地上沙下雪 完全沒有看過 而且各位 你以為過去怎麼樣 它是什麼溫度 40度以上呢 沙漠很軟的 不然怎麼有駱駝 怎麼有仙人掌 結果現在跟你講 陡降或什麼極端氣候 直接掉到0度以下 甚至是更離譜的來了 你如果說下雪就算了 但你知道最極端最極端了 因為雪那個叫做慢慢成型 它又需要一個六角結晶體 大不時直接下冰雹 代表說我瞬間溫度的變化太快 配合空氣中的我們講微幅粒子之後 馬上形成這種非常 而且是大顆的喔 大顆沒比較燙喔 比較痛喔 大力的冰雹直接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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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 有沒有這個我們講阿拉伯人手上拿著一粒粒像髒腦彎 沒有他們那邊沒有髒腦彎 喔OK 所以我們講的怪是怪的 駱駝還是得活啊 對不對你們下雪 我駱駝就直接我們講喝西北風了 沒有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 在駱駝跑到雪地上 這麼奇怪的現象 如果你上傳到YouTube影片 他恐怕會認為說你這次是變燥 你就知道現在的氣候有多奇怪 我們常講極端天氣 天氣可以極端到什麼程度 你能不能想像 幾個月前還是全世界最乾最缺水的地方 而現在我們在談論他 他居然遭遇了世紀洪荒 8小時之內降下了一整年的雨量 我們看到了這個是在西班牙 怎麼會遭遇這個連明天過後 都寫不出的劇本的地獄景象 對 西班牙是很多的這個背包客 很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氣候宜人又乾爽又舒服 可是你想想看 最近來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8個小時之內 降下了一年的雨量 在瓦倫西亞這個地方 西班牙的洪災已經增加到158個人死亡 而政府告訴大家說 你真的要非常的謹慎 為什麼呢 因為雨還沒有結束 大家才想說奇怪 之前才提到西班牙的消息 可是呢 是自然災害 但不是洪災 而是什麼 是這個啦 是雨下不來水乾旱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看到他們的湖泊都已經沒有水了 而且不只是沒有水 還變成乾涸的一個狀況 都整個都裂開了 現在導播給我們看到了這個雙分割的畫面 左邊是你看到上一次 就幾個月前耶 對 他上了新聞版面是 渴得要死 結果幾個月後 居然在右邊 起雨 起來了另外一個死神 我不要這麼多水啊 對 那個時候很多的居民 介紹電視台的訪問 就告訴大家說 聽完老天也可以下點雨 因為我們太渴了 不只是湖泊乾渴 人民也乾渴 可是呢 因為它太熱太渴的一個情況 你讓當地的熱對流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馬上就變成洪水 洪水下來的話 他們說 我們在這裡的下雨 以前呢 都是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 沒想到 洪水來了所謂暴漲三公尺 暴漲三公尺 我們就像老鼠一樣被困住 這是什麼概念 三公尺就是一層樓 你的一樓就不見了 二樓變成一樓 所以呢 大家就沒地方討 沒地方討之後呢 直升機來空拍 可以看一下 這個畫面 直升機空拍過去呢 一片的一個黃泥巴 你根本沒有想像說奇怪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城市 很大的城市 怎麼會是像這個狀況呢 那你要知道 當雨下了越大越急的情況之下 八個小時 架了一年的雨量 你會知道什麼情況 你來不及逃 全歇 你來不及逃之後呢 你都要困在哪裡 你就困在家裡面 家裡面你就只好 等在消防人員的一個救援 這個畫面看起來 非常的驚悚啊 他只帶了一個隨身小包包 然後呢 這個女孩叫Ada Ada告訴大家說 不行 狗我一定要帶走 因為狗不帶走的話 一定會被淹死 然後呢 就直升機把他救下去 這個畫面 我要把它看完 你知道嗎 這個小狗非常的有人性啊 在過程當中呢 還去安撫他的主人 你知道嗎 這整個垂吊的過程 大家多怕這個小狗 如果不小心受驚 掉下來怎麼辦 那他的過程 真的非常的乖 非常的有人性 勇敢耶 對 然後呢 就這樣把它垂吊出來 可是你要知道 這次吊救出來一個人 你看 還有其他那麼多地方 那你的人 其他人怎麼救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個城市 城市的話 他整排車輛 全部都被撞到一起 然後呢 大家就跟車疊疊樂一樣 好像是要玩一個災難型的樂高 一個疊一個 然後呢 到最後大家想說 哇 那怎麼辦 如果要 收救人員要進去 你根本就進不去 你可以想像 他們本來是因為停在路邊 一個平時上班都會停的地方 結果水來得太急太快 來不及挪走 就像你講的 飄飄河 疊疊樂 太可怕了 一直往水流沖的方向 把你越推越遠 越推越遠 然後呢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的收救人員 就進不去 進不去之後 有幸存者被救出來 說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一定有很多人死亡 為什麼呢 很多的遺體 你說車上有人啊 對 然後呢 有很多的遺體 是直接撞到了家門口 然後撞進來 你知道嗎 遺體沖進你家 那個是怎麼樣的一個感覺 另外來講的話 可以看這個畫面 暴雨沖進養老院 很多人講說 那你為什麼不趕快逃 這些養老院的老先生 老太太 都是比較行動不方便的 所以呢 那個畫面的話 其實我看得非常的難過 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接受訪問的時候 很淡然 我們已經活這麼久了 問題是 你要趕快逃啊 可是 沒有人來救他們的情況之下 他們行動不便 要怎麼逃 那這種情況 不是一個而已 在西班牙線來講說 好像非常非常多的畫面 越來越出 越出來越來越多畫面 大家看到這個 越來越的驚悚 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 整個賣場 洪災來了 大家想說去賣場 去補一些存糧 結果呢 賣場是直接衝破 他們有沒有擋水門 他們也有擋水門 跟台灣一樣 下大雨 颱風海都有擋水門 可是就直接灌進裡面去 這個是在賣場 另外來講 我們來看一個 你一般的住家 樓梯間已經變成瀑布了 這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說 你的馬路的一個 蓄洪的功能 已經都沒有辦法完成了 所以當水來的時候有沒有 就是直接一路灌 一路灌 然後到最後的話 你就只能跟這個 淹水並存 因為雪 根本沒有一個 宣洩的地方可以走 八個小時降下了 一整年的雨量 你就可以想像 河水 溪水 暴漲 漲上來 原本好端端 歲月靜好 靠泊在 碼頭邊 港口邊的 那些小船 怎麼辦 居然已經被衝上來到馬路上 要上也不是 要退也不是了 通常你馬路跟你的海平面 一定會有一個落差 然後你的船 你這些都是他們很棒的 Yard 綁在碼頭旁邊 可是全部都飄起來了 飄起來的話 代表什麼 一邊原本陸地上 停的是汽車 另外一邊海面上 停的是這種Yard 問題是當你的路面 跟你的海面 一平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出門 我要開車 還是開這個小船了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說 我們從衛星圖來看一下 西班牙的洪災的前後對比 原本你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 它都是有道路 有建築物的 可是一路向下去 八個小時下雨之後 一片的黃泥巴 一片黃泥巴 代表有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 全部都被它給覆蓋住 覆蓋住之後 除了你現在看到的災難 看到的人員傷亡之外 後面的救災 你會發現說 有越來越多的傷亡出現 除了西班牙 義大利也很慘 對 義大利也是除了西班牙之外 大家來看 最近來說 也是很多的極端氣候 你看一下 西班牙降下暴雨 然後洪水衝破餐廳 你可以想像這個餐廳 他們一直在等著說 哎呀我們等到雨退了之後 就要下班了 可是呢 雨就是不退 你根本無法下班 最後就撞到了裡面去 整個落地玻璃就衝了進來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義大利的洪水 從高架橋傾線 你這個畫面看過去 你會覺得說天啊 這是一個大型瀑布嗎 因為它很多的景點 可是不是 上面是車子走的高架橋 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天然的高架橋 這種高架橋變成天然瀑布的情況之下 你雨太大了 你沒地方的一個宣洩 你原本這些馬路都是一些落水口 可是全部都擠出來之後呢 就變成這種瀑布變成高 高架橋變瀑布的景象 所以從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 非常驚悚的西班牙 到現在您看到的在義大利 所有的悲慘世界都集中在南歐 所以剛剛這個瀑布整個宣洩下來 變成恐怖的水連洞 對 這個除了你看下去 從遠光看下去 我覺得很可怕之外 你要近距離去看 你知道嗎 在馬路上面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日常生活 他們出去很喜歡什麼 很喜歡騎自動車 為什麼呢 你看自動車就很方便 結果沒想到 竟然就是直接把它給沖走了 那沖走之後 大家想要去救人 問題是你拉得住嗎 當你的水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的時候呢 你就是連人帶車被沖走 而這種情況 可能在最近來說 會越來越多 颱風肆虐剛剛離開 你能不能想像 過去八年颱風一個都不來 結果短短2020這一年 一次給你來三個 天氣越來越難測了 能不能想像 過去八個小時之內 降下了一年的雨量 會變成什麼情況 你看到這個可怕的畫面 在西班牙 幾個月前 這裡才是世紀乾害的現場 數不清的車子疊成一團 還有一體被大水衝進家門 也在同一個西班牙 明天過後 演不出的地獄景象 都在這裡啊 西班牙為什麼會突然出現洪災呢 我跟各位講 原因是來自於它的地中海風暴 但地中海風暴所引起的 了不起就是暴雨 而且這個暴雨 氣象台在預報的時候 你知道當地的 尤其是瓦倫西亞 瓦倫西亞科普一下 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第二大海港 他們的民眾很開心耶 想說終於可以迎來 一年多來的乾旱了 沒想到現在10月29號 地中海風暴發威 暴雨發威 民眾從起雨來 到趕快希望起雨走 為什麼呢 來 先帶大家看這個災情 瓦倫西亞目前受創罪為嚴重 它目前已經可能會造成有 至少160人以上的罹難 從外面裡面可以看到 這個暴雨它來的是 忍不觸防 忍不急防 你看車子它不但在漂流 它還整台車都打橫了 你在第三大城的城市市區裡面 你突然去看到的這些洪流 直接衝進了他們最熱鬧的市區 車子我剛不是說了嗎 如果河水的力道很大 它一定會漂浮 但你要漂浮到它跌羅漢 變成像積木疊在一起 那個洪水的水量跟力道一定很大 水是混的代表它還有吞雜著 掺雜著土石流 也就是我們說的滾滾泥流 周波我問你 你剛剛提到了祈禹 我要求老天爺天降甘霖啊 結果我求來了另外一個死神啊 是啊 我就講嘛 祈禹趕快來 現在是祈禹不要來 很遺憾的你知道當地的救難人員就講 他說現在我剛才說至少超過一百六十人 他們就在這個你看那個畫面 滾滾泥流打撈遺體的時候都是他說 是在泥江河廢墟才能夠將這些 往生者給拯救出來 我看一個分割畫面給大家看 左邊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河道 好 整個已經都潰堤了 是 來 這個河本來不是這樣啊 沒有那麼寬啊 右邊就讓你看到潰堤之後 河開始得水倒灌 所出現的這樣的一個慘況 好 在瓦倫西啊 再強調一次喔 第三大城 第二大海感情 至於巴塞隆納喔 他其中有一個叫蒂爾市的市長 他就講 他說 你剛剛看到那些畫面 你看到河流潰堤 你看到洪災 看到洪流 滾滾泥流 我們這輩子都沒遇過啊 結果他說我們現在像什麼 他竟然很嘲諷的說 我們現在像老鼠 他說我們現在就像老鼠一樣 到處在逃竄 因為我們被困住了 你不只是滾滾的洪水或者泥流 這些還會夾雜到垃圾 所以你去看喔 那些汽車一變墳場了 然後垃圾箱呢 就這樣子被直接沖到街上 然後還在那裡飄來飄去 衝來衝去 就這樣有沒有 搖搖晃晃... 因為那個水實在是太大 怎麼不退啊 我坦白講 我們自己跑過這麼多台風新聞 它怎麼不退 來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用垂掛 垂...我們講 吊掛的方式來拯救 被困在喉裡頭的人 你去看拍攝者 他邊拍邊尖叫啊 因為也不知道是不是 繩子真的能夠把它吊起來 如果到時候斷掉 它一吊下去水一沖走 命又沒了 水升幾公尺 觀眾朋友這樣看不出來 我直接跟你講 三公尺 一個人了不起 一百六七十公分 三公尺就是滅頂 來得非常快 好 快到怎樣 快到我們不是說了嗎 拜託雨趕快來 現在是拜託雨要趕快走 一樓完全消失 甚至有的二樓也不見 透過空拍畫面 來 這個 你看 已經是在雲上面拍了 拍下去 你都還可以看到整個是汪洋一片 你如果再近距離拍 絕對是讓人膽戰心驚 你知道當地的官員說 為了預防 可能離難人數越來越多 我們知道一定會 他們已經預防 你看這個畫面 這些人 其實你說他怎麼還在路上走啊 沒辦法啊 因為剛剛我來的時候 這裡沒淹 我現在要回家的時候 他才淹啊 我只好被 會被困在這 在家還有人要幫忙救啊 一台車就在那 又一台車飄過來 砰 裝在一起 垃圾像不像 他們說自嘲上老鼠 你說像不像 一個法院被改成 臨時的太平間 你看這個 這個時機真的是誤判 他趕著要去快遞送貨嘛 所以看到前面有煙 他照樣開嘛 就一下去滅頂 等一下觀眾朋友 你往後開 越走越深咧 對 就滅頂了 坦白講 這個時機現在生死未卜啊 當然我們希望他一次平安多冠 就直接滅頂 車頭不見了 所以這一次的瓦倫西亞的 淹水的程度 嚴重的 我們講水的深度 都超過大家所預期 水淹三米高 你問他們怎麼辦 難怪市長會說 我們跟老鼠一樣 逃無可逃了 我告訴你 剛剛那是城市對不對 那你去看田野地區 那汽車更慘啦 那汽車簡直就全部 一步滑過來 第二步再滑過來 電線桿還沒來放斷 兩步在那裡面碰碰車 三步 四步 五步 這個拍攝者 你在吊我們胃口是不是 他越拍 紀律越拉直 才發現車那麼多 拍不完 全部疊在一起啊 你看有沒有拍攝 他要拍那個樓層 讓你知道那個比例 那個樓層都已經淹淹到二樓了 難怪車尾飄成這樣 我覺得這個畫面好恐怖 這比我當初在講 華中華南地區的淹水 還要可怕啊 是 好 大陸上的汽車 和卡車通通在堆疊 還有 變電箱 你泡在水裡會怎麼樣 不燙耶 你看 那個火花 大概在正中央那邊 很嚇人對不對 沒有辦法啊 就這樣 誰救 沒人救 只能任由他在那裡自生自滅了 好 人不能讓他自生自滅 人受困一定要救 來 有一個人 我們從他的主觀視角來看 這他家 他在他家二樓 他在拍他家一樓 這個哪來那麼多水灌進房子裡來了 記者訪問他 他說我邊拍是邊哭啊 我是要記錄我家毀滅的那一刻 他從二樓拍一樓 那個水滾滾就這樣一直流進來 我家門前有小河 先變我家家裡有小河 但受困要救吧 好 有一個老哥 他非常的這個英勇 他看到 他從他家看到 對面鄰居一個媽媽 帶著兩個小孩 受困在裡頭 你看他立刻奮不顧身 他自己也淹很深啊 他拿到那個木棍去 踹踹踹踹 趕快把那邊踹開 就是要趕快進去 去救那兩個小孩跟他的媽媽 你會發現 本來是乾旱求雨 變成現在是洪災希望雨不要來 一時之間 29號到現在也不過三天 暴雨 還有龍捲風耶 我帶他去看那個龍捲風 還有那個冰雹 龍捲風瞬間讓當地 加泰龍尼亞的民眾都嚇呆了 我們看氣象說 瓦倫西亞那裡在洪災 怎麼我們這裡是龍捲風 然後龍捲風把那個所有地上物 飄在那邊 全部飄飄… 還在空中打在一塊 還有老人家 受困在養老院 老人家受困在養老院 所以該怎麼救 我坦白講 只能顧沒辦法救 因為他的輪椅要推 可是他卡在洪水 已經比輪胎還深 那個是泥漿耶 那個泥漿可以這麼高啊 對對 對 巨像看得比我更清楚 推不動 所以只能大家都在那裡顧他 好 然後呢 有人抱著狗 還要直升機來吊掛 加上我剛剛所說的 又有龍捲風 還有冰雹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地球上所有的極端氣候 都在西班牙 一口氣出現 一次發生 台灣一年 三個颱風登陸 有沒有發現極端氣候 今年更為嚴峻 而且 現在似乎還只是開端 是從大家都在討論 為什麼今年 好像大發如一般 颱風特別特別的多 要找答案的時候 專家給了我們一個 想都沒想到 跟太陽黑子有關 對 沒錯 實際上真的可能跟太陽有關 為什麼 大家最近來 是不是前一陣子 大家在說什麼 可以在低尾度的地方 看到什麼 極光 磁暴嘛 對 極光 那為什麼 那就是磁暴 磁暴是什麼 太陽黑子的這個爆發運動 所以等於是 今年的太陽黑子的 這個活躍度是特別高的 特別是今年是 太陽黑子的活動的最高峰 活動的最高峰的時候 它這個電磁波會來到地球 來到地球的時候 它會灌出更多能量 到地球上面 那尤其是 低層低雲的這個會減少 就是使得低層的這個 低雲會變得比較少 變得比較少的時候 雲量變少的時候 太陽光就可以直射到海溫 直射到海溫之後 海溫就會變高 所以為什麼我們最近不是說 這個康慧颱風 為什麼一直變強 因為它的所在位置 目前海溫相當高 讓它繼續往強 所以等於是說 今年會容易形成 所謂的強烈颱風 那不只是今年 恐怕明年的颱風 也都會更多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講 因為太陽的黑子的活動 這個活躍之下 使得今年的冬天 似乎是 有一點點好像是暖冬的感覺 那為什麼這樣 知道我們就講 日本人都很喜歡看富士山 對不對 他們都說富士山 他們那個叫做出冠雪 出冠雪來說的話 大概往年都大概在 這個10月2號之前 就是10月初就可以看到了 結果沒想到 今年在10月5號左右才下雪 而且目前為止還沒有到 所謂的能夠有出冠雪的狀況 所以就是說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整個狀況是相當相當的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是10月5號 這個頭頂就白了頭了 可是今年10月都過完 到11月了都還沒 對 所以事實上今年 是相當特別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 雖然說你富士山沒下雪 該下雪沒下雪 但是另外一個地方下雪 那什麼地方 夏威夷 我們按夏威夷來說的話 10月28號之後下了第一場雪 覆蓋他們這個莫納克亞山峰 那事實上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在夏威夷的冬天 我們也許可以看到 3到5次的下雪 但是呢 沒有想到這麼快的這個下雪 有點超乎大家的預期 就是下雪的時間 比大家預期的時間還要更少 該下雪的等不到雪 因為不該下雪的 下了這麼大的雪 再來看看 沙漠都淹大水了 對 沒錯 我們要全球天氣亂的套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沒想到 沙烏地阿拉伯是好像一年 下沒多少雨嗎 但沒想到他們就 氣象的預報就說 全國會有暴雨跟大雨的 這個狀況 你看 事實上這個 這是在沙漠地帶 很少看到這樣的狀況 連他們都覺得非常的訝異 那甚至是說 不只是會有下大雨的狀況 他們說可能會有 什麼冰雹 還有強風的這個情形 那原來他們平常 沒有那麼大下雨的這個情形 所以原本他們的水利設施 也沒有設計的這麼多 所以導致什麼 他們整個這個水路上 整個道路上面 都瀰漫著水 然後整個這個狀況 你看下這麼多水 整個瀰漫整個街道上面 那整個街道上面 甚至有很多水了 就很多水就把車子 沖走了一個狀況 那甚至連 沙地阿拉伯的這個沙漠來說 就變成原本是沙漠 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冰雹河 你看洪水 這原本都是道路 就因為洪水這麼大的關係 就沖了這樣 這原本是應該是沙漠 那應該是這個山上 你看山上的洪水 就滾滾衝下來一個狀況 那現在連原本 你看這是他們很少見 他們真的很少見到這樣一個狀況 滾滾洪水衝下來 然後沙漠裡面也變成是冰雹河 然後變成是河水的這個狀況 你何時看到沙漠地帶的沙地阿拉伯 居然會做水災 居然會因為下雨下太多 而造成災害的一個狀況 好 除了沙地阿拉伯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也下大雨 那是西班牙 基本上最近你看爆發什麼 它是在什麼地方下雨呢 是他們的東部還有南部 那因為山下大雨之後 因為他們那地方是山區 然後整個山洪大爆發 大爆發之後就 這個村莊被沖毀啦 道路被沖毀之外 鐵路也被沖毀 事實上目前我們只能說 西班牙過去一段時間 冬天是 我們知道他們是比較類似 是這個地中海型氣候 不會下這麼多雨 結果本來今天居然下那麼大雨 這個山區你看他們完全看傻眼 過去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水 結果本來不只是這樣 他們這個整個屋頂被吹翻 然後水被淹過去之外 連公車司機在那邊開車的時候 發現那這個整個 因為雨下太大 整個山 整個屋頂這樣崩裂的一個情形 他們從來都沒看過 那甚至有公車司機 在開車的時候 開開開開開到一半 你看這個水就灌進來 他們都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 這麼大的這個洪水的這個情形 那甚至呢 因為他們這個當地 不斷的這個沖水之後 民眾開始就是拉起這種 所謂這個所謂防 要拉起那樣被水沖走的人 你看有沒有 有那個我們圈起來紅色那個 對 那幸好是應該有把他這個拉起來 不然的話 你看這個民眾真的是相當糟糕 那不只是這樣 洪水很大 因為他們當地的這個基礎建設 沒有辦法經那麼大的洪水 結果你看這個橋 馬上就硬生就倒掉了一個情形 那甚至洪水往下沖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個動力非常強 不只把橋沖了 你看橋就這樣子 硬生吹菇拉朽就這樣斷掉 那不只是這樣子被沖 你看這是什麼 車子 車子一整排車 你看這整個山洪往下 這個車好像看起來都流發地 被沖得完全往後倒退 對... 因為這個山洪相當力道相當大 你看它完全都被往後推 所以要事實上 這個過去我們可能不會在西班牙看過 我們印象中西班牙沒有下那麼多雨 結果沒想到 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讓他們今年的冬天 也是有相當大的這個暴雨 這幾天不只變涼 還有豪雨狂炸 而且除了譚美颱風之外 還有個康瑞颱風 那在雙台共舞牽引之下 大家真的要小心了 而且說到譚美颱風 雖然是青台 但是外圍環流加上東北季風影響 還是帶來了很驚人的雨量 你來看看 在基隆港內的海水 這個顏色竟然從藍色 變成了土黃色 好多民眾傻眼喔 因為真的生平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畫面 當24小時下雨超過300毫米 那就是非常大的雨了 24小時一天再能下300 結果你看整個台北市新北市 還有宜蘭到處都超過300 這邊是375起跳 也很驚人 400多 600多 台北市的這個市里有沒有 807 24小時可以下到800多公里 那就到兩天加起來 那就超過1500公里 非常大的雨 那整個台灣來看的話 此暴在哪裡 就是東北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陽明山為什麼雨會那麼大 因為北台灣 颱風經過 雖然它沒有直接過來 它沒颱風 我們知道嘛 北台灣它是逆時針這樣打過來 所以是不是颱風中間經過的時候 它這樣打過來 就是宜蘭跟陽明山這裡 包含陽明山的高度的問題 所以造成這麼大的雨量 那這個後面的康瑞呢 現在目前在這個位置 可是到了下個禮拜三的時候就會靠近了 你看如果以這個點的話 那直接靠近 那就會非常麻煩 那觀眾朋友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圖 因為現在目前康瑞 離我們還有點距離 但是包含了美國的預測 日本的預測 世界各個歐洲的預測 現在出現了不同的路徑 我特別開大圖給大家看 你看 這個是好幾個不同的單位 你看到其中有一個路線 它是預測康瑞走到這裡以後 我們剛剛只看到 下個禮拜三會在這裡對不對 對 它之後是往台灣直接穿心而過 哇 其中的這個預測是 紫色的是哪一個 是美國的單位 嗯 所以美國預測 康瑞有可能直接 直播台灣而來以後 穿心而過 所以今天要提觀眾朋友 特別注意 好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 雨量真的是不容小緒 因為其實這兩天大雨下不停 出現蠻多驚人的畫面 對 因為台北颱風它雖然沒有直接經過台灣 它也沒有登陸台灣 可是它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北台灣 台北 宜蘭都下大雨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你會覺得特別特別的是哪裡 竹南跟苗栗 這個地方居然有強風 而且強到沒有辦法騎機車 喔 畫面上你看到有沒有 對面車廂的這個藍色摩托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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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把它整个都给吹坏了 所以在竹南跟苗栗 这次的风这么大 这是在台北台风过的影响 虽然它并没有登陆 还是这么强 第二个 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整个北台湾 宜兰跟阳明山 阳明山也有高度的关系 《中生新闻》的记者也跑去 阳明山上面看一下 这个就不用开伞了 因为你根本打不开 风非常的强 至少是风数7级以上 有的地方还甚至到10级以上 所以虽然台风没有进到台湾 你看那个雨伞就知道 那个风有多强 根本撑不开 对 在这个台风台美来之前跟之后 居然整个基隆港 变成是无法看过去 左边这个对应 本来是这样 结果台风一来以后 居然整个港变成是黄色 所以说基隆港配染黄 都变土黄色 所以你就知道 它可能是下了雨后 直接从排水系统留下来 所以虽然没有大的河川 那它带来的土石 非常的多 影响了基隆 那当地有一些基隆的居民讲说 活六十几岁 七十岁 讲说有啦 你如果落大后不够大时买 当雨量非常大的时候 可能基隆港就会变成黄色的一片 好所以再来我们就要请雨萱 跟我们来看到 那到底呢 这个台美台风 它是怎么样来 肆虐菲律宾的 出现这些很惊人的画面 我们刚才讲到国内 那现在你知道 台美台风真正受害最深的是谁 是菲律宾 为什么我们直接用画面来看 原本呢它的雨水 淹淹淹 你想说哎呀 怎么一群民众呢 站在路边 然后想说等着 想说来救援 不对啊各位 你不要搞错了 这不是一楼 你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屋顶 直接都给你淹到二楼去了 而且已经造成多少 高达上百万人 直接必须要从他们的灾区 完全的撤离 你现在看哦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不是什么山川重力 什么物产丰盛 不是 原本这些地方 要嘛是道路 要嘛是都市 要嘛就是蓬勃发展的经济区 结果没有想到 通通大水蔓延过去之后 整个市区都泡水 你完全没有办法分辨 民宅在哪里 加油站在哪里 所有每一个地方 看下去都只有一个字 就通通都是水 哇天哪 所以看到连市区 都已经淹成这样 这个如果身高太矮的人 这样直接被灭顶了 你就要学会游泳 你要赶快 人往高处爬 水往低处流 所以能躲的地方 只是在屋顶 因为很多人屋顶就覆灭了嘛 但更惨是什么 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淹水 就算了 因为淹水 那个叫禁止的 但最可怕的是 户外有那种连通道 雨晴 你想想看 如果你原本连通道 那你想说我是要逃难啊 结果变得像这样 哇 泛舟极流 太恐怖了 全部变极流 所以你看整个民众 他能怎么爬 就只能爬在那个栏杠上 每个都像是把戏团走 特技钢索一样 站着攀着攀着 因为如果你一不小心 脚一滑 一下去 很有整个人呢 就直接冲走 但你说雨萱 至少是还有栏杠可以抓 但有人更惨 如果你放眼望去 通通都是我们刚才讲的 洪水怎么办 没办法 有什么 爆什么 看到一棵大树 只能仔细这样抱着 而你要想想 他这个等于是用自己的耐力 在保住自己的生命 因为只要他一松手 他一放开 他一力竭 很有可能整个人就被洪水带走 那洪水如果直接把人给带走的话 不好意思 就只能问天了 因为下一秒你会被冲到岸上 还是说你会被水流冲到最后体力不支 所以我们只能说 希望这位人凶能够好好的 我们讲活下去 抱着树这样子真的是蛮恐怖的 因为这个水一冲 你不知道树什么时候会断啊 但是呢 他除了暴雨之外 这个风也很恐怖 刚刚讲的都是雨 但是风呢 如果风抢雨中 你说我家住很高 我躲在家里面 我躲在家中 走没事了吧 我家没点水就好了嘛 错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就在家中 人坐在家中或从天上来 结果发现自己头顶的屋顶怎么样 我坐在家里看电视 我看一眼台风很严重 跟风把我家触听 真的先吹去了 全部都被吹飞走 怕死人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画面 边哭边逃难 但我坦白讲啦 雨昕 他也没有这么紧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还有心情拿手机在那边自拍 这家伙也是有患难精神啦 但我们刚才讲完雨 有些地方不该下雨的 也下雨了 你知道是哪里吗 哪里 沙哈拉 我们讲到沙哈拉 后面会接拿两个字 沙漠啊 对沙哈拉 沙漠没有 现在变成是沙哈拉 溪湖 你现在看到 这是我们讲NASA 直接用卫星拍的画面 原本它是一片钢旱 结果没想到中间 有没有看到 肉影肉线 整个湖直接跑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 刺激大洪水 没有办法 因为前一阵子 包括我们讲杜拜 莫名其妙有淹水 沙哈拉 莫名其妙也来急降雨 而且这个降雨的程度 一次降雨 就超过了两年的累积雨量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而且你想想看 沙漠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我们像台湾 台北市有什么 下水道 我们有排水系统 沙子是什么 最难排水 所以全部通通都基成这样子 像是汪洋一片的特殊奇景 不讲你还以为你在看电影 沙丘怎么出了第三集第四集 而不只是这样子 连北海道都出现了异象 为什么有异象 北海道杂王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讲赏雪赏雪 于信 你有去过北海道吗 赏雪大概是要在12月 冬天 1月 冷一点 冷冷的时候 去才好嘛 那我会讲现在民众有福了 为什么 因为旅行业者绝对没有算到这件事情 本来想说10月是淡季 我票价便宜一点 结果奇怪 怎么10月人客那么多 因为大家都要去赏雪 怪了提早22天 而且连印度 我们讲印度有个地方叫矽谷 这个太可怕了 来 整栋房子 有没有看到外面还有营价 全都崩崩起了 就这样崩掉了 那雨昕你知道什么吗 又是雨水冷祸 因为他们连续三天我们讲的间接性的强降雨之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没有看到 外表看不出来 就底下地基直接掏空 所以连印度戏谷的大楼 你要想 为什么要叫印度戏谷 为什么要搬加罗尔 代表说那边是他们的科技产业园区 连产业园区都这样 对嘛 盖的东西一定是盖比较好的嘛 结果没想到连这种清华地带 也一样被冲走 但不只是房子被冲走 甚至连怎么 有人在卡车上都被冲走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他会在卡车上受困 等于说他知道有洪水 然后他在开 他开开开开开的时候 发现水淹的速度比他逃命的速度还来得快 那淹得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看 所以才一群民众在旁边用绳子要干嘛 要救卡车 我们讲这些印度民众也是非常有爱心 想说看能不能把这个人赶快拉回来 因为毕竟人都卡在上面 但有些东西跑不掉就没那么好运 印度很多房子石头洞 他是怎样 原本坐落在自己应该坐的位置 结果 雨昕 你有没有看到 他在动 他在动 这个房子直接被吞下去了 就这样被洪水吞下去 被洪水吞没 而且你看 还没见底 还没见底 就整个这样吞下去 他就这样慢慢的淹没下去 对 所以你想想看 那个我们讲水淹的第一个地基掏空 他应该是盖在河边 但是这个有多深 等于说吸水暴涨 连这种两三层楼高的都直接给吞没 但你想说 雨萱你每次都跟我们讲印度 对不对 那印度就是气候就是热带 没办法 没有 那我现在跟你讲 巴黎总可以了吧 欸 巴黎铁塔你有没有看过 我不讲你会以为这是扣案片 哇 雨萱你想想看 这是什么 什么节后余生 然后什么 我是传奇 不是 这是现实社会 这不是电影情节 不是电影情节 因为巴黎现在也一样 飓风 洪水 风暴 一直焉一直焉一直焉 结果连我们的巴黎铁塔都没有办法倖免 他也脚下啦 直接噎到膝盖了 你想想看 前面全方全部都是一堆车子 为什么他们要丢在那边 都泡水了嘛 整个都废弃了嘛 大家逃命都来不及了 而且更惨的是 就连有行人走在路上 你看 你看这是什么 你不讲你要越海边 就是整个巨浪就这样直接拍过来 代表说他们整个排水系统已经完全失离 淹水可能是溃体 又或者是有吸水暴涨状化 所以导致整个洪水在路上 跟冲浪一样 你想想 巴黎铁搞不好有点浪漫的冲浪板 都直接拿出来开始冲了 怎么连路上都有这种情况 而且街道变极流不只是一个 这个至少还看得出街 来 雨昕我问一下 你看得出来这哪里是街吗 根本看不出来 因为全部都变泥流了 我只看到滚滚泥流水啊 变陆瓜妹了 我跟他讲那个建筑是还蛮漂亮的 古色古香的 但是那个泥流根本惨不忍睹嘛 最可怕的就是你想说 那汽车不行 房子不行 铁路总安全的吧 没有 连铁路都不行 因为连巴黎的铁路来 你看到 你想说哇 好有创意哦 还有文艺气息哦 空中铁路乱讲 铁路怎么可能空中 它要承载火车的重量 它是整个底下 因为有核烈经过 完全被掏空 所以你看到 真哥全世界各地 不约而同的 异地发生这么多极端气候 所导致的灾难跟现象 而未来只会更加严峻 今年已经很少在听到 什么全球暖化 跳过暖化 全球都沸腾了 也难怪你看到 人间仙境的瑞士 居然出现了这个末日的景象 对以前大家讲到瑞士 会想到这种 我们讲的非常多的树林 然后一片呢 这个我们讲 人间仙境的状况 结果不是各位 你看到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中国了 我们已经翻篇了 已经来到瑞士了 竟然全部的 我们讲的绿草如荫 我们的树林 都被冲城楼 甚至连这个道路 连这个小桥 通通他们讲30年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瑞士 有这样的暴雨的景象 而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 以前有一首耳歌 大家记不记得 叫做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结果来 我们来看到瑞士 这个变成什么 不是 是 我家门前有洪水 后面有山崩 变成山崩了嘛 对不对 各位你仔细看 我们大家看到这台汽车的画面 非常可怕 有没有 那个汽车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它前面有这个洪水 你看这个山崩的程度 完全整个洛石 源源不断地而下 而且这已经不是 土石流的程度了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看 俊阳哥 那个洛石是一块一块块状之大 不断地由我们讲的山底 直接滑落下来 而甚至有一台汽车 还因为整个水流得太快 最后不敌这个水流 莫名其妙整台车逗退路 逗退路 逗退路 然后你看 这些所有的车子 通通 它原本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被这整个土石流 有没有看到 从上面一路在蜿蜒冲下来 完全变成了自由落体的河道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非常惊悚的末日景象 在人间先进的瑞士 再给大家看一个地方 意大利 意大利也很惨 热嘛 就热得要干要死的 结果居然 意大利北部发生了 这个山崩洪水土石流 这是哪来这么多水啊 我们刚刚才唱完这首儿歌 结果你看 景象来到瑞士 现在又跑到意大利 结果状况完全一模一样 来 各位 我不讲你会以为 这是什么泥加拉瓜大附库 太夸张了吧 不好意思 那个是山崩 整个到底哪里是水 哪里是泥土 完全分不清楚 有没有看到 后面那个阳起的尘埃 然后整个山体这样滑落 跟风塌 那个水流这样冲下来 代表整个山体所富含的水土水库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复合 而这样的景象不只是在瑞士 不只是在意大利 而是在全世界都可能 极端天气的威胁 特别是长江沿岸 现在我们全部都要来关注这个地方 摩都上海 它这几天迎来最强的暴雨 上海变海上 这个噩梦又要卷土重来吗 我们就说 这个夏天已经没有人在谈暖化 因为直接跳过 变成沸腾了 沸腾了大地 沸腾了海水 预告怎么样的高温危机呢 既然跟我们先讲 首先台湾光是我们的海峡附近 特别是台湾海峡 最近也来到30度的高温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看到这个30度一定不以为然 包括我们的制作单位小便也知道说 30度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台湾全部都38度40度 各位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陆地跟海洋的比热不一样 海洋夏天就算通常38度的时候 你知道它大概几度吗 就大概26度27度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对流风 调节前期嘛 调节的效果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讲 这个海峡30度 我这个真的是吓死人 平常26度的海 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片大海 70%海洋 竟然到30度 那代表一件事情 全球暖化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可怕到什么程度 可怕到可以让直播主崩溃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南岸的女直播主 她来到这个台湾 我跟你讲 因为韩国的纬度比较高 所以其实韩国没这么热的 夏天不会这么热 结果他来的时候 突然直播到一半的时候 你知道他干嘛吗 就这样 又哭了 又转眼 哎呀妈妈咪啊 哎呀我的头啊 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他讲韩文 就38度而已 有必要哭成这样吗 铁吧 你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讲一下韩文 对不对 你讲到这个重点了 38度有必要这样吗 坦白讲我也这样认为 但可能对于这个韩国人来讲 这个温度太高了 人不舒服 所以他就现场有一些状况嘛 因为我们平心而弱 我们那么常在报信文 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天气世界各地多了 不是杜拜50度 然后那边又40几度 哎拜托一下 连西伯利亚 现在都38度了啦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这还好吧 有那么严重吗 但没关系 人不舒服嘛 所以他就躲来路边求救 总而言之 他不只是天气很热 这个直播主也顺利的 驳到了热度 真的很严重 观众朋友 特别中国我们要看到 聚焦整个长江沿岸 都进驻了高度警戒 为什么 第一号洪水已经在湖南形成 水一路下去会淹到了哪里 上海摩都 这个地方现在要高度警戒了 对 我们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这个上海的这个雨 吓得之大 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由于我们刚才一直在阐述的高温 所以这个高温 它警戒而来带来就是会 前所未有强烈的热对流 热对流就是什么 暴雨 所以你看 包括长江宗教的水位 根本都已经快要超出几间线 甚至已经超出几间线 你仔细看 你现在看到所有淹水的画面 所有涉水的画面 甚至是整个路上行车 所有的轮胎 很有可能它的排气管 都要担心着会不会进水 这都已经变成了上海人的日常 因为他们所谓的暴雨 已经变成是现在天天 每天都是这个状况 而且甚至是只要没有淹到灭顶 都要偷笑了 所以你知道他们的民众 夺绝衍生出了一种 因应这种洪水的方式 来 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 上海的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在做什么呢 她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地在往外拨水 但有意思的是什么 有意思是你会仔细注意到 她拨着拨着的同时 下面的水还是不断地流进来 下面的水还是不断地流进来 所以很显然他们根本 没有应对这个状况嘛 各位你知道这像什么吗 就像你在游泳池里面 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地把这个水 往旁边一公尺是摇 往旁边一公尺是摇 请问会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整个上海都已经变成一个大狮子 摩都上海 现在还不是最惨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号洪水是在湖南 一路沿着长江下游 再过几天 会不会上海更警戒 再升高呢 我们来看到 已经升高警戒的这个地方 叫做贵州 贵州现在淹成什么样了 对 我没有说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说 上海那个还算庆幸 来 各位我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你觉得这是什么 港海 还是什么 这还是哪里 都不是 那个是巴士 如果不讲话 你还以为是什么接驳船的 完全不是 甚至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流之大 直接把整个山体 给冲得崩落 冲得崩垮 甚至连地下道 稍微有低洼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旁边 洪水不断全全的涌出 甚至你看这些民众 全部躲在桥下 完全不知所措 因为那台车 我跟你讲已经报废了 这是他们现在面对的状况 过去这个地方 是一个古镇景区 结果现在 通通变成汪洋一片 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这些建筑物有些地方 包括它的顶部 都是一些装瓦屋墙 代表这是一个 古色古巷的地方 而这些古色古巷的地方 代表它已经 住立在这边 很长一段期间 但这一次的洪水 已经将它们 彻底的摧毁殆尽 刚刚那个画面 你看到没有 已经水是满到了 整个一楼 二楼 我不知道它原本几楼 但是只露出一个屋檐 代表这个水量之大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你会知道 它原来应该就是一个河道 可是河道已经满到旁边住户 满过了堤防 满到了道路 满到了屋檐下了 对没有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长江下游 它一定很多有这种 截区弯流的地方 这种截区弯流的地方 很多包括这种古城古镇 因为它是叫古城古镇 代表它住在这边 很久一个情节了 所以这时候 你如果说河水 一旦误过呢 它的我们讲几件事之后 它蔓延开来 整个所有的区域 全部都会变成汪洋一片 甚至是我们看到 沿岸的提案 我们刚才有看到一个画面 非常的惊悚 为什么 它等于是有一个商铺 那这个商铺呢 它摆着一个木船 有没有 我们刚才那个画面 是不是有流过去 就是各位 你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 整个木船都被冲走了 各位啊 那个木船啊 本来是应该走在河上 你说雨萱 那刚才那个不就是河吗 不是 那原本整片都是陆地 甚至是有一些 险像还生的倾向更加可怖 为什么 可怕在哪里 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 来 各位你仔细看哦 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家 坐在木板上 你说这老人家怎么那样 不是耶 底下有一 二 三 三个人头 都已经水淹极尖 他们是担心这个老人家的安全 所以才撑着那个木板 然后甚至是垫着脚尖 用游泳的方式 想要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叫做 患难中见真情 患难中见到人性的光辉 但你想想看 对于这些身家财产 都在这边的人 就很亲和一看 我们看到 进入了地域模式的欧洲 特别是三个国家 一个一个 我们带您来看 这景象 这灾难 不能再更严重了 这个画面看下去 大家你还想象 这个地方是哪里 这个地方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脉 阿尔卑斯山过去来讲 就是明信片的风景 你到了任何的一个地方 你只要住一个房子 然后呢 你每天去践行 你拍照的都是明信片 都是很漂亮的风景 对 你现在来讲的话 全部都是洪水爆发 把这个地方包括意大利 包括瑞士 包括卢森堡 整个都是被洪水跟大雨给淹没 所以呢 你现在来看的话 根本没有地方是幸免的 在过去来讲 他们没有遇过 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水量的一个冲击 所以呢 流过来之后呢 很多东西直接都被冲走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一个 大量的水谷 水也会带过来 意大利西北部的高山山谷 也是那种状况 山洪爆发 然后呢 这一个来讲的话 很可怕 你在过去 你没有想到说 哎哟 怎么直接 你的小溪变成大河流啊 甚至呢 把这些车辆 直接一个一个给卷下去 卷下去的话 他旁边的溃堤了之后呢 你就会冲到上面的这个庄园 持续这一段画面 你看哦 远一点的岸边 一样是岁月静好 你根本看不出有多凶猛 可是就那个小小矮矮的围栏 围栏的对面是天堂 围栏靠近我们这边 是凶险的地狱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都只看到更远的地方 大家只知道说 这个地方就是像人间仙境 可是呢 当你这些土地的涵养 没有办法来吃下这些洪水之后呢 就变成地狱景象 那这个除了意大利之外的话 在瑞士也一样在这种状况啊 一样 这个也是意大利 这个就是原本是一个小溪 这个小溪 因为 现在来讲的话 因为上流来之后 太多太多的水 然后就整个炸开 炸开之后 下面就变成什么 万马奔腾 在这个意大利这一个地方 你现在来说的话 你已经很难想象 以前完美的景象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这些很多都是很古老的一个建筑 这些古老建筑撑得住吗 撑不住之后 洪水过去之后呢 这些房子 我很重新这个白房子耶 对 这很可怕 如果你慢慢掏空的话 可能就被冲走 那除了这些洪水之外 意大利又下了一个冰雹 那冰雹都是这样子 像手的拳头一样大小 一路砸一路砸 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 你对流太旺盛 等到洪水走了之后呢 就变成冰雹 冰雹完之后呢 又会继续下洪水 所以它变成说 它是一个 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展览 非常的可怕 好 那除了这些地方 法国也是 法国来看这个画面 暴雨 然后呢 打雷 你的树木 直接就被打断了 那这个画面看得出去 你还能想象哦 这个是 这是好莱坞的特效吗 因为它也是强对流 所以就变成 雷片一直打 打这种顶招之后 砰 你瞬间 你都觉得说 这好像是分子料理一样 直接就把它 脆够够啊 这个非常远的距离 那个数很高耶 打得跟粉尘一样 对 这好像就是一个神法 好像雷神 所有打下去之后呢 你一个人 只要是被锁定了 全部都逃不掉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谢观看